上個月第10章的時候在講Single Layer Perceptron 這一章其實就是在往下講Beged Propagation Beged Propagation應該可以算是Deep Learning裡面非常核心的一個算法 然後這一章裡面有非常多的數學 今天我們試著把它整個走過一遍 然後大家一起來看一下它這個數學怎麼走 然後可以一些討論 有些如果我的理解可能不是很正確的 反正就大家一起來討論這樣子 Beged Propagation的話 有些東西我這邊可能不會講太多 但是會預期大家原本就有一些理解 像是文積分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文積分裡面的圈入螺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講到這個Steep Decent Algorithm的這個演算法本身 那我這邊特意標了一個東西 因為其實從那個Beged Propagation它的核心 就是其實就是在這一個對於 對於Performance應該說是Cost Function 針對每一個weight或每一個bias它的變化 然後去乘上一個學習的數據以後 然後去調整它的參數 那這個是其實就是 Beged Propagation裡面的核心的算的部分 那這個方法就是我們就講是Steep Decent Algorithm 那或者說Stochastic Gradient Decent這個方法的名字 那我這邊特意標出來是因為我們前幾張 其實有特別去講到TBM Learning的部分 TBM Learning複習一下就是說 它其實是從生物學的那個方式來講的學習方法 那它這個的算法呢 它的weight的更新方式呢 它就是把兩點之間 當你兩點之間每發生一次 它就把它加強一次權重 所以它這個算法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發現它每發生一次 我就加強一次權重 它其實沒有所謂這種Beged Propagation 去做維生的這個動作 所以如果現在你去看現在一些 關於這個AI的算法裡面 如果有些在講到Nemonovic的算法的話 其實有很多是採用TBM Learning這種概念 它就只有Inference的過程 它沒有Beged Propagation的過程 那可以讓它算的速度很快 但是它的準確率目前看來 其實還沒有辦法到像Beged Propagation那麼高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別的部分 我就把它特別拉出來做一個 反正大家可以看一下的比較 那這邊的重點其實 以Beged Propagation來講 其實重點就變成在它那個微分的概念 就是偏微的概念這樣子 這是先修的部分 那我們就開始講今天的Agedad 今天Agedad會先講一下Beged Propagation 一些簡單的歷史 然後介紹一下Multi Layer Perceptron 講一下Multi Layer Perceptron 它比Single Layer到底強在哪裡 接著我們進到Beged Propagation這個方法 跟它的推導 數學的推導 那我試著就是放一些原因跟概念在裡面 所以希望就是有原因以後 我們再來看這個數學推導 那最後的話是書裡面列的說 這個實行實際實行上 implementation會碰到的issue 那不過這個issue其實應該講 它其實講的還蠻淺的 那我們到最後看到的時候會看到 就是真正在講Ding Learning的時候碰到的東西 我們像書裡面講到這麼簡單 還有更多像Gridium Manage Gridium Exploration的那些問題 那不過這書裡面好像沒有探討到那部分 那不過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它講的一些比較入門會碰到的問題 這邊就是列一些歷史 所以我只要講一下就是 它其實大家現在比較知道的 可能還是這幾個名字 就是Jeffrey Hinton跟Yan Akron 不過他們其實是在1980年代共同 在差不多同一時間 重新去把這個東西再提出來 那他們其實並不是第一個提出這樣的方法 但不過因為就是透過他們幾個 在1980年代的再發表 然後再應用 那才讓這個BagMarioNation變得這麼有名 那BagMarioNation它的核心其實是這樣子 這邊先簡單附一下 因為幫我們後面的數學先做一下鋪路 就是這個數學符號 W然後上面的這個3 是指它的Layer 然後前面的2 指的是它後面這一層的第2個New 然後後面這一邊的4 其實指的是前一層的第4個New 那這個只是一個標號的部分 那BagMarioNation核心可以說是這樣 就是說 當我沒改變我的一個weight 或是我沒改變我的一個bios的時候 到底我的cost function 會跟著多快的發生變化 所以我當我每一個weight 發生一點點改變的時候 它就勞動到我最後的cost function 所以當我的變化 這個東西對cost function 勞動越大的時候 那我就讓這個部分去更新 讓它會跟著 往方向的地方勞動 來減少它的cost function 所以它的核心其實就是這樣子 那所有的數學推道 我都是基於這樣的概念來做 所以如果從數學式來看 其實它就是說 我對於整個cost function 然後對於我的weight 去做一個偏尾 來看它那個勞動的程度 這樣子 好 那 所以 我再 我給你去 還是這個沒有 沒有關係 OK OK 好 那這個是書裡面 電的那個 Multi layer of Centrum的圖啊 那這個圖其實 嗯 它只是就是畫起來感覺很複雜 但其實就是一個input 然後這邊有 三層的layer 那不過我發現這邊好像 不同的書裡面的講法會不太一樣 就是 如果我們通常講三層layer 可能是講一個input 然後兩個hiddenlayer 最後一個是output層 那這邊呢 的寫法的話其實是 嗯 就是三層的hiddenlayer這樣子 那 沒關係 那反正 另外一個表示它呢 有一個表示方法是指 嗯 input層裡面有r個 參數 然後第一層有s1的參數 第二層有s2的參數 第三層有s3的參數 然後這麼多的參數 然後這麼多的參數 其實相對來可能是有幾個那個 那個 NEO 幾個點 這樣子 好 那剩下的其實就只是 呃 我假設大家已經對於這個 呃 就是 NEO Network已經很熟 所以這個其實只是很基本的公式 就是參數乘上 呃 全 呃 呃 全重乘上 一部的參數 加上BIOS 然後做一個 activation function 等到C的activation的值 後面其實都是一樣的東西 好 那這是 Martin layer Perceptron的 長相 那 接著就開始講說 好 那我知道它長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們要開始看 Martin layer Perceptron 它的好處到底是什麼 我們原本已經有講了Single layer Perceptron 那也很不錯 那可以做某些東西的分類啊 那我們也在上一張看到那分類的情況 那可是問題是 Single layer Perceptron 其實有一個先天的 呃 缺陷 應該這樣講 就是它一定要去 它只能去解 linear separable的問題 那 什麼叫linear separable 就是 假設以這個圖來看 我現在有兩個點是圓圈 然後兩個點是方塊 那 現在我要用一條線性 去區分出來 一區是方塊 一區是圓圈 這時候你就會做不到 因為你發現這個紅色的線 你不管再怎麼轉 它都會是 它都會是 都沒辦法剛好把 兩個圓圈 兩個方塊 分在同一區這樣子 對 那這是Single layer Perceptron的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變成兩層 所以就像下面這個圖 我現在變成兩層 那兩層以後 第一層其實有兩條線 第一條線呢 其實我就是 把其中的一個方塊給分出來 第二條線呢 我再把另外一個方塊給分出來 然後我在第二層 把這兩條線一起加起來 於是就會得到這一個圖 於是我就可以 成功的把它分出來 兩個圈圈 兩個方塊的位置 那這個概念上就是 就是用這種Multi layer的方式 其實就可以解掉 Single layer Linear separable的這個問題 對 那這是書裡面在講到說 Multi layer它的威力這樣子 就是它可以去解掉 Linear separable的issue 那除了這個issue以外 它另外再講到就是說 因為Multi layer 它有很多的參數 一層一層的參數以後 它其實幾乎可以去做任何函數的這個近視 那書裡面舉個例子是這樣子 它假設它一樣是用一個很簡單的兩層的 的那個Multi layer 然後第一層它的activation function 它就是用一個 這個是一個sigmoid的function這樣子 那這邊sigmoid function其實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它把兩個node都各式一個sigmoid function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 如果兩個都有 然後最後第二層再用一個相加的函數去做 所以就是你可以看 如果說以它所建設的圖來講 在某些參數下 它就會像是下面這一個圖 就是其實就是這一個sigmoid function 然後在某些參數過以後 把第二個sigmoid function也被啟動 就是再疊加上去 就變成兩個sigmoid function這樣子 所以書上一開始 在先setup這樣的環境 就是好 我用兩個兩層然後去相加 那每一層 這一第一層有兩個sigmoid function 可以組成像這樣一條函數的圖 那如果我去把這邊的w跟b 我就是我的參數做一些調整的話 其實根據你調整的參數是什麼 它就可以畫出一個不同的圖 例如說你的b2 它就可能有這五種長相的圖 然後w11的調整 它就可以有這五種長相的圖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當我的layer越多 我的neo越多的時候 我其實可以近似的那個函數 就會非常非常的多樣 你可以靠著我調我的w 調我的b 那就可以調出各式各樣的函數出來 那其實我們在做back propagation 我們在去把這個 coast function在縮小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其實就是在做一個 逼近跟最加值的這個過程 就是我們想要去找到一條數學式 可以完全表達出我們的那個函數出來 那所以mati layer在這一點上面 它因為它可以等於是用參數去表達各式各樣的函數 所以它就有這個優勢這樣子 那最後它會講一些考量的點 一些問題 說法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是想要討論的 不然我們就要開始 剛剛上一章 我補充一下 那個我常常以前在外面 演講會講到 它會用那個 一人一次方人式來解釋 同樣的現象 正面那個biz 你看左上跟右下 一般我們會講biz 基本上在調offset 那從你這裡 不曉得你有沒有看出來 你可以看到左邊 它其實是這個其中的一個曲線 那個位置 那因為這已經是 這線性了 所以從這個圖 你比較沒辦法直觀的看出來 它那個offset效果 可是如果你是解y-as x加c 那個c其實就是offset 就是我們這邊的那個派很像 那你如果以一人一次 纖線方程師 那個offset 你可以看到 它是在移 那個直線的相對的位置 那你在這裡 因為它是非線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那個移 並不是全部一起移的 那biz 因為biz biz 已經最後一層了 所以它這個非線性曲線 你也可以看到 它是類似這樣 上下 我們要留下講 謝謝Jason的補充 好那 接下來大家就會進入比較多更多 就是有一些概念以後 我們開始要進入數學的部分 好那 嗯 從頭到尾其實我們要解的就是 我們希望那個 就是 cost function 裡面 就是 cost 越小越好 那這邊它 輸入裡面是用這個 performance index 來表達這個 這個函數 那這邊的 performance index 其實就是用 min square arrow 所以就是把 第一個就是我們參數 輸入的參數跟它有一個對應的 target 的值 那 target 的值 跟我們真正算出來的值的這個 arrow 的平方 那這是用一個 矩陣的方式來表達 那就是我們的 cost function 那這個就是很常見的一個 cost function 好那 但是因為我們並沒有全部母體的樣子嘛 所以這邊其實它有一個近似的 cost function 就是 proposed index 它是在你某一個 iteration 的 k 的時候的那個值下面 帶進去算出來的這個 當下的這個值 來代表近似的這個 cost function 這樣子 好那有 cost function 以後 就回到我們講的那個 Steve Eason algorithm 裡面 我們其實是用這樣的 cost function 針對它每一個 weight 跟每一個 bias 因為這個 weight 而造成這個的變化 那就乘上一個 reading rate 以後 去調整我們這個 用反方向的方式來調整這個樣的參數 那這是 這一個 演算法 基本的 一些設定就是 好那 所以這邊其實又再 強調一下 就是說 其實 整個算法裡面沒有什麼 特別的魔法 它 雖然複雜 但是它的概念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是我的每一個 weight 的改變 會對 f 造成 會對我的 cost 造成一些改變 所以我就去調整我的 weight 讓我的 f 往反方向讓它鎖起來 就是這樣的原理原則再走 那後面都只是在用數學來證明 這一個事情有沒有發生 好那 那這邊有用更圖像的方式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的每一個 weight 發生改變的時候 第一個 因為它發生改變了 它會造成我下一個 就是 activation function activation 的改變 所以概念上就是說 因為我改變了多少 然後我每改變一單位 它會變的多少 兩個相成 會導致我 這一個 weight 對下一個 new 的 activation 發生的改變 就是這個數學式 所表達出來 這個 ok 嗎 ok 好 那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 weight 發生改變以後 對它造成了影響 那大家可以想像 對它造成影響以後 它就會再往下去影響 就是 propagate 到下一個的影響 所以到下一頁都可以看到 其實我這邊發生改變以後 我的下一個就會發生影響 下一個 我下一層的每一個 node 都會因為我的改變 而發生一些改變 那譬如說以這個點來講 它因為這個東西的改變有多少呢 它就是一樣 就是我的下一層的某一個點 它會因為我這個點的改變 然後以及我每單位改變 而造成改變這兩個相成 造成這麼大的改變 講得有點凹頭 就是 就是 我的上一層改變一單位 這個編尾就是 我的上一層每改變一單位 會導致我下一層改變多少單位 然後我上一層實際上改變了多少單位 所以兩個層起來就可能有下一層改變的單位 就是 就是這樣子 的東西 好 所以 這個圖其實是在講這個東西 然後接下來 其實可以想像這個東西 一直一直一直往後串 到最後就會影響到 我們最後真正的 cost 就是或是說 performance index 的影響 那從數學式來講 其實就從前面類似這樣的 虧法 這一個 這一個值 其實 你用 這個可以想成 有點像是一個 圈入我的 的 情況 不過他就是把 這一個 aij 把它帶回這邊的值 所以你會得到下面這一個公式 這樣子 那 往下層繼續走 所以到最後的c 其實以某一條路徑來講的話 假設我們某一條路徑走走走走走到最後 它其實就是 像這樣子 一直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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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 所以你當初因為這個w 有一點點的擾動 那經過這每一個東西的變化 一直沉一直沉以後 導致了你的c 的變化 ok 好 那可是這個 這一個公式 它其實只在講是某一條路徑 導致你的c的變化 所以你真正totalc的變化是什麼 是你把所有路徑的這些所有的變化 都給加起來 好 就是wjk可能到c的所有路徑 對 通通把它加起來 從wjk開始算前面的就不算這樣子 對 因為它其實就是在回頭看 是說我當初最早的 這一個 某一個這一個的變化 導致最後c的變化 對 所以它就是怎麼就是這樣子 然後 算出來 如果把它 把這個很複雜的公式 用數全方式整理 然後 最後其實就是會不會 要多於這個 對 好 那 這個我沒有去 推導這個 這個部分 那因為這邊還是想到 就是有一個概念 就是 ok 回應剛剛講的說 我的每一個w的變化 導致我c的變化 所以我的 backpoint的核心精神就是 我想要我的c變小 我就去調整我的w 讓它往方向做變化 這樣子 那如果它的影響越大 所以我在調的時候 我就會跟著調的比較大 這樣子 好 這邊弄起來就是概念 那 接下來我們進到書裡面 開始在講這方面推導的公式 好 那 首先其實 就是又回到我們 Steven Dixon的這個 彈數 那 從後面的這個部分 做一個 圈入我的運用 就可以把 cost function 然後把這個 ni ni 指的是 以這邊的 就是 m那一層 的 它是 它是 還沒變成 activation 之前的那個 加總加bias的值 對 好 等一下我們會再看 那 反正這邊其實大家可以想 反正它就是一個簡單的 chain rule的運用 把這一個函式先拆成這兩個 然後把 對 bias的微分也一樣 就是用 nim nmi 這個方式來拆成這兩個 下一層 那這個就是一個 chain rule的運用以後 然後 這邊 這邊有波動 我把它 跌起來 因為我發覺我自己 每次在想這個都會卡卡的 就是 其實 nmi 其實就是你的 前一層的所有的 accumation 乘上這一層的 權重以後 加到bias以後的 加總 的值 那 或是你可以想成 就是還沒有經過 activation function 前的那個值 對 好 那 這邊 我們就開始做一下 簡單的 偏尾 把 ni 對 wmij這個東西 做微分以後 那回過來看 因為 nmi 是這個值 那我對 wmij 要去做微分的時候 你會不會第一個 bi bmi 這個不相關 所以 一尾就不見了 然後把這個東西 展開來以後 你會發現其他東西 也都不相關 只剩下 就是 跟 wmij相關的 一項 那 這一項 它的係數就是 A的 m-1的 z ok 所以 我們已經把 這一項 簡化成 其實它就是一個 這個值 s 那 對於 bias的微分 其實也一樣的狀況 那又更簡單 因為前面這幾項 跟 bias都 沒有關係 所以就只一尾就直接消失 那 bias對bias一尾以後 就剩下一個 e的係數 所以就會給它e 所以這一個就變成 e 那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假設我們把 這一個 前面這 這兩個是一模一樣 我們把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定義成 我們叫做一個 smi 於是 我就可以把這上面的 這整個公式 劃剪成 下面的 這一個 這一個公式 所以我的 weight的變化 或是說 我的bias的變化 就是 減掉一個 learning rate 然後乘上這個 smi 然後再乘上 鋼尾分出來的 這個 am-1 z 然後 a 乘以這樣子 對 那最後這個 只是在做一個 取測式的表達方法 對 那 所以我們是從 這一個部分 我們用trainroll 然後這個 一個圍下來 然後把它變成 我們現在的數學式 那 這邊 其實 核心的關鍵 我們其實是用這個 smi 書裡面是 叫它叫做 sensitivity 那 我記得 吳溫達 他講這個 就是他好像是用一個delta來講 這 順便分享一下 就是 就是前天那個 NVIDIA那個活動裡面 Rending AI 他其實有在講說 全世界現在有250萬人 會這個 nm neonetwork 裡面大概有240萬都是學無NR 那個 對 所以如果大家比較熟悉 可能就還是delta 那個delta error的那個概念 不過我們現在用書裡面這個smi 來繼續表示 那 現在的問題就是 這些東西 OK 我們都看得懂 那甚至像 這一個 a m-1的j 或是這個alpha的g 這些我們都可以帶進去 都可以算出來 這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算不出來 就是這一個smi 所以後面書就開始講 那我們要怎麼解smi 好 書裡面 他先突然就介紹了一個東西 一個jacobian的matrix 他說 OK 我的n的m加1乘 去對n的m乘去微分以後 會得到這樣一個jacobian的matrix 他這個應該是 就是直接把它列出來而已嘛 就是把它列成一個這個東西 好 然後 因為我個人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會有 第一個是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他要講這個東西 然後接著他就會開始推導說 好 那我先不要看底證的形式 我把它變成單一的一顆來看 的話 ok n i的m加1乘展開來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 這樣入了以後 我們大概可以想像就是 b這個不相關的會消失 然後這裡面就是nj nmj相關的 只會剩下 wm加1的ij的mine像 所以大概就會變成像這樣一個東西 其他的像都大概一片尾就不見了 所以只是他這一像 那 到了這一像以後 他又再定義了一個東西 就是 這個不是定義 就是 amj 他其實本來就是 nmj做activation以後的直 對 等一下 我們再回來看一下這個東西會更清楚 那 所以他現在只是把這一個表達式 用這個表達式來取代 然後最後他把這個東西又定義了一個東西 就是 f點 然後m 然後nmj 這樣一個方式 來 來定義 就是 他這邊有這邊 他就是把這個東西定義成這個 然後呢 所以他說根據了這個東西 所以 這個 其實就等於 weight的矩陣 乘上我們剛剛定義的這個東西的矩陣 然後 我們定義的這個東西的矩陣呢 他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 我到這邊為止 就是一個完全 totally lost 的狀態 完全不知道 書上在公殺 對 小朋友這樣子 好 那 沒關係 所以我試著從 別的角度開始看 因為其實我們真正要解的東西 就是 剛講的sensitivity 這個sm 好 那 sm 我們一開始就定義嘛 就是 cost function 跟 nm的這個 編尾 好 然後呢 這邊 其實就是一個圈入喔 的 運用 不過這是一個矩陣的圈入喔 我自己 嗯 那 我用下一頁來講 這個這個公式跟上一個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先把這個東西 他原本就定義成這樣 然後他是一個矩陣 這只是把它列開來 好 然後我們剛剛講到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有可能請教一下大家 因為 我的認知是說 我為什麼要做一個 因為這是一個 cham rule的運用 但是他這邊有一個transpose 那我 並不了解為什麼要transpose 我猜這個好像是矩陣上 cham rule的運用的時候 他會要能算 所以 他要transpose 之後才會對 應該是 但是 其實你會 你可以如果單一element去算完以後 你就會 就是 好像會得到 就是這樣子的 其實你剛剛那一頁應該就 就不是就在算那個 單一的element 對 因為我 應該講我上一頁是照書上的邏輯 是 但是我就迷失了 所以 最後迷失是在那個 就是在那個 那個 Diagonal的 這一個 我是整個 不知道這一個東西的概念 這個有多數 對 你這個會怎麼會 好 你說那一點有問題 應該是說我 書上先介紹這東西 然後推推推推到這邊 然後接著才開始講這一個東西 應該只是一個notation而已 對 對對對 exactly 所以 我後來就是 其實 運用了 我前輩講的方式 我開始我先把 每一個東西抓出來 對 然後 我懂我懂你在幹嘛 對 你就是等於把它展開來 然後運用ch 對 對 所以我就開始把 它整個東西展開來 然後 這chamro的運用 然後 回分 那這個只是一個notation的代換 因為它是 n m加1乘 那這個是n乘 所以它就是一個srm加1 那 所以到最後其實我要單品解的是這個東西 那解這個東西 我就會來看 ni的m加1 就再回來這個 原本它的定義的東西 那一樣 我就把它展開來 然後 我要去做它的微分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 只有這一項 有相關 對 所以微完以後 就只是它這一項 然後跟這一個 去圍這一下東西 好 那 所以呢 就回到了 前面這一項 講的這一個 東西 所以 我做了這一整串的以後 然後 包括我把 一開始給我的jacobian 的這個東西 真的去給它圍出來 然後把它放成矩陣 最後我就會發現 剛剛讓我覺得很酷 或那個1 2 3 其實並沒有什麼東西 它就是把它造圍出來 然後就等於 一個 就是我們的weight的矩陣 去 達成 我們 這一個東西 對 就會 exactly得到這個 這個矩陣 那為什麼要得到 exactly這個矩陣呢 是因為我的sm 在計算的過程中 我需要這個矩陣 來 然後 來 來算出來我的 sm加1 就是下一層的這個字 所以只要我知道了 sm加1 我就可以再乘這個矩陣 算回去我的sm 就是它的delta怎麼從後面的層 傳到前面的層去的那個 計算 對 所以大家很辛苦的走了這一趟 但是 就是核心關鍵確實還是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式子 它要找出來 sm跟sm加1它的關係 然後這個關係它的推導過程 就是前面我們兩頁在做個事情 就把它整個完整的推導了一遍 不管是手推或者電腦打字打完應該都沒有感覺 對 而且電腦打人會打錯 因為那個m加1 或m或m減1 它那個層會改錯 好 那簡單講就是我們花了三月的時間 其實只為了得到一件事就是 就是sm加1跟sm它的關係 是我們是可以算出來的 這樣子 好 那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們幾乎已經全部解完 整個被Rawain說的計算 最後一個計算就是我的最後一步 最後一步的sensibility 或是講delta的部分 那其實最後一步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function 就是我們的performance的index 然後這只是帶進去 帶進去 然後 為分以後 變成像這樣子一個東西 那這樣子一個東西 因為這個值我們可以算 這個值我們都可以算 所以其實我們就已經 就整個都可以解出來 好 那這個只是矩陣的表示方法 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東西要討論 因為其實 back propagation 到這邊 就已經 就已經 講完了整個方法 那 書上有 帶一個實際的函數 然後用這樣一個 一個121的函數 的mule network去結 然後有給一些initial的值 但是我沒有把它列出來 因為就沒有什麼 就是把數字帶進去 然後照這個 整個算一遍 就會得到一樣的答案 所以這個就沒有在一起了 好 那個 所以其實應該講說 back propagation 我剛剛講 已經 已經講完了 就是這樣 就是 核心上來講 我好像不怕 我也一頁後來弄掉 就是一頁summary 它其實就是四條公式 OK 其實它是四條公式 這一條跟這一條 就是講 我要怎麼更新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 是因為轉換以後 會有所謂sensitivity 所以我們要另外 能算出來 sm跟sm加1 它的關係 然後以最後一個sm 它的值 要怎麼算出來 就這四條公式 就沒有 所以這邊的推導 都是在算sm跟sm加1 然後最後這一頁 是在算最後一層的s 然後算出來的東西 就是我帶回去 steep的sm 然後steep的 steep的 steep的 就解出來 好 請問一下 大家最搞CMN的 跟provocation 也是 這個是一樣的 用一樣的方法嗎 還是不一樣 蘇漾老師 那個 因為我學 對 以前那個 清大有一個教授 然後他有錄過 因為他幾乎有整個倒一遍 是喔 你見到哪一個 他後來好像有再錄一次 我有在 應該是2016年 對還是2017年初 都有貼在社團上面 是喔 很久了 我要找一下 好 因為那個 你說貼在那個 我們社團那個FBE的時候 還是貼在裡面 FBE上面 很久了 因為我在之前 嘗試推導一次 但是他到最後 他說那個 要把它轉過來 轉過來 我就覺得 第一個我對那種 所謂的負號 就是index的負號 我就一直覺得 不是很comfortable這樣子 就是 為什麼他指標要用負號這樣 他會比這個要複雜 因為他有做那個conversion 對 主要是那個哪個地點在 conversion 而且他con到最後的時候 他變成就是 在propagation的時候 把他變成什麼 這個變成這個 這個變成是這個 所以他變成是一個 什麼rotation的 對 我在那邊就 你剛剛那個矩陣 可以看出那個transport 還是什麼 就是你剛剛不是說那個transport 你知道為什麼 對 我其實 就是這個矩陣的東西 為什麼要做這樣transport 對 你後來那下一個 那邊看出來 他解完以後 就看得出來了 應該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 沒有對 去想這個東西 這個應該做出來就可以看出來了 但是你這個W11 這樣子是不是 我看一下 1 2 這個 你是不是 這個應該 我覺得你第二個 中間的矩陣 是不是 有一點錯 這樣子 他如果是 W11 你是不是有 要顛倒過來還是怎樣 沒有 沒有錯 你等一下 如果是這一個的話 應該是沒有錯 就是你上一頁我看一下 他是WIJ嗎 我看他是 RUNNJ 最後是WIJ 這邊是I 對啊 你應該是 你應該是錯 你在那個 看那個 上面如果是2 下面是1 對 的話這邊應該是什麼 21 對 所以你那邊應該是有點 三頁應該是 對 你應該是反的 應該是 這一格是在這裡 然後這個應該在這裡 對 對對對 所以他應該是 這樣子 就是你的是那個 Transport 就是那個T而已 是 是 因為 由於老師有說 一開始為什麼 就是 那個I I定義是下一層 J是定義是上一層 因為他就是在算 對 算到這邊的時候 他這樣子會比較可以理解 就是 他說 這樣子好像就 就這樣 理論上我們比較習慣 應該是 I是在上面 J應該是下面 但是他說要這樣子比較 才會是順路 對 找到了 找到了 我還有記得他 後來 好像是 今年還是去年 他有就這個主題 我重新再講一遍 再講一次 沒有再去 因為他這個 當年我有看過一遍 整個走一次就對了 OK 我也一直想要走一次 這樣子 就是 因為RN這之前 我講的時候 我有照你這個方法 走一次 我那個矩正 我已經光打字 後來 理論上比CN 推 稍微難一點 所以RN推 然後CN 對 但是CN 我再推的就是 那個轉的 我就知道最後 那個DELTA 那個ROTATION 那邊 我整個就是 整個 我就要想一下 他們到底符號 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我一定會要推出來 但是就是 差一步 我就覺得這個 也是一個痛苦這樣 但是我覺得你這個 基本上是沒有錯 你就是 用ELEMENT 一個ELEMENT 然後去展開 然後你就 就 就照著這樣 開始倒這樣 因為你展開 用你沉出來的東西以後 對 你就會看到 就是你要把它變成是 就會變成是 就會變成是一個 MATRICS這樣子 好 那後面 後面的部分 其實相對來講 這是一個概念的東西 那這一頁其實只是把 因為如果我們前面講的 其實都在講 Stochastic Gradient Listen 那 Stochastic Gradient Listen 其實 它的定義上 讓你一次是一筆 一筆資料進去 那這邊在講 背取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的 的情況 那 所以它是講 如果是丟好幾筆 那就是 會變成一個 Q分之一 那其他的部分 就是把你每一筆的 ARR 給加起來 你的Cost Function 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 這後面 我只是把 這個 不一樣的部分 這個也標出來 以下都是一樣的 然後 做微分 然後 或者是 你整個方式的部分 也是Summation 跟 然後再要做 再除一個Q 這邊的Batch 意思是 我看書的時候 它講的好像是整個 跟我們一般 在時座上 Long Minute Batch 這個Summation 這個Summation 跟Summation Summation 不太一樣 它是整個算盤之後 加總 然後再 處理全部的 數目這樣 它意思 書上好像是這樣子 它這邊的Batch 好像是 一次算盤 它前面的意思是一次一次 對 對 它這邊的Batch 的意思好像是指 全部加總做完 然後再處理全部的各數目 它應該算是 Grade Descent Grade Descent 一次性的Grade Descent 其實Batch 開始定義就是 全部就是 塞塞進去 後來才 Generally 不夠再衍生出 Mini Batch 對 一般我們講的SGD 是Mini Batch 可是SGD 開始應該是 Single Sample Single Sample 是 搭Stochastic的概念 Stochastic的概念 是Single Sample 對 其實 就是之前 如果你看 Single Sample 如果你可以Train的起來 如果可以Train的起來 那個Neuronet 我通常會比較Robust 但是 大部分都是Train不起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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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Single 在這邊 然後我覺得 明明就我VSS 好 好 那這個其實剛剛也講過了 好 那 最後書裡面一小段 它講到說 那 以 Decoration 在實際英文上 會碰到一些issue 然後它就舉了幾個例子 這個例子 它是這樣的 它說 我有一個函數 那裡面有一個 複雜性的指標 它就用i來表示 所以它的i可以 一直增加 那你可以想像 就是它增加越多的話 它實際函數 其實就是 越複雜 那個轉彎 變化就越多 然後假設我們用固定的 一個131的 Multi-Leg Percentual來做的話 那 在ident1的時候 沒有問題 你可以很perfect的去 去approximate它 那等於2等於4都還可以 可是等到它等於8的時候 你已經 畫不出來這個函數了 因為你的 Penimeter 其實是有限的 這樣子 對於這個131的model來講 你已經達到它的 Limit 就是它沒辦法去 模擬出來這麼複雜的一個函數 那 同樣的概念 假設我一開始就是 給你一個很複雜的函數 所以我丟一個比較小的 Network的話 它一開始就 模擬不出來 那我 開始丟一個比較複雜 會越模擬越像 我再丟到 有5個 Mule的時候 Mule的時候 就可以模擬出來 這樣一個複雜的函數 對 所以它在講 是說 我個人的理解是說 這段實在講出 我的 Mule Network 其實有它的 你因為參數量的多少 有它的 能力的上限 就是 只在講這樣的概念 那另外一個 它提到的問題是 會有Local App拿的部分 它是 舉了一個例子 然後 然後實際上去用 跟Paw Gage去算 結果就會算出來兩種結果 這個藍色的線 就是它算出來的 的結果這樣子 那中間很複雜 是它在算的過程 那我們先不用管它 那 算出來兩條 其實長得不太一樣 可是 其實這兩條 我們用的是同樣一個方法 在做 那差別只是 因為我一開始的 一開始的值 給它的不一樣 一開始的 weight 跟bis 的 initial 的值不一樣 就會產生 不一樣的值 那這是 它說在實物上 你可能會碰到的問題 好 那 它講的第三個情況 就是 假設你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都是指 那個參數量 可是它講 這邊講的是 你的data量 他說 假設我就只有 11個data 那我要去模擬 這樣一個 函數的時候 好 那我用121的 這個neonetwork OK 11個data 足夠 然後可以模擬出來 可是當我的neonetwork 是很複雜的 191 所以有18個參數的時候 可是你只有11個參數 你只有11個sample點 那你就模擬不出來 它真正的長相 對你來講 你的 用統計上來講 感覺有點像說 自由度會太高 你就會 模擬不出來 這樣 你的training data safe 不夠 所以它最後做一個 結論 就是說 你的data point 要比你的參數量 來得多 但是這邊我打一個問號 我就不曉得 因為你現在那種 很大型的 隨便都是幾十萬這樣 幾十萬幾百萬的 那 其實現在的sample量 也都是幾百萬 就是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東西 在那麼大的model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維持住 其實不知道 應該有辦法驗證就是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它的長相是什麼 知道什麼 有聽到 一比十的概念 十個data sample 去認一個parameter才 但是後來 就 我後來覺得 後來好像 好像 不太可行 這樣 因為理論電話那麼複雜 這樣子 我講一下自己 食物上面的一些 結果的經驗 我會用一模一樣的磨小 然後去試等量的data 等量的data 就是 我只會等量就是說 data的數目是不變的 所以原始的data是不變的 那我先用模型試 那試完之後 我加深同樣模型加深 然後再展出來去看最後的 那通常這個部分呢 不太容易 如果你資料其實很大的時候 在gradation的結果 一般gradation會切 82或73 對 那在這種情況下面 即使那個 neural network的 深度有差 gradation的結果可能也看不太出來 這時候你必須要拿另外一個 很大一樣很大的data 去tack這兩個model 再拿另外一組data 對 就是完全不在你train的這個 而且 那這來源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最好的 來驗證 所以說其實這會牽扯到 那個generation 那有時候這東西呢 fit的或是沒有fit 它並沒有絕對 因為它又牽扯到你的distribution的偏移 所以 那再來就是說 我有看到另外一個狀況 像我到今天還在做實驗 我可以秀一下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 除了剛剛講那個data model的複雜度 還有當然data量等身 那這裡有提到說 initial的 the weight of size 的出子 它一個影響也很重大的 就是你的weight decay的strategic 影響非常大 就是它每次要怎麼降 降多少 bass什麼 策略 它最後那個收斂結果 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我待會找一下 我記得 我有存在 我那個share的目標槍 所以 我自己的感覺 有時候你 沒有做幾個主要的實驗 其實 直接 因為現在系統越來越複雜 不像這邊是可控的 少數幾個因素 所以只要認為一個 有變動 其實結果 就可能跟一些 typical的講法會不太一樣 這是我個人的一些經驗 我找一下 好 那我 因為是它最後兩點其實很快 呃 第二個其實它是講一個 很有名的 應該講的概念嗎 就是 all comes Rensory 就是當你可以用比較簡單的model 來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就 就用簡單的model 不要用太複雜 不要用更複雜的model 就是這樣 它的基本概念就是這樣 就是 當你能解問題的時候 refer小model 好 那 第三個是early style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 算是一個技巧嗎 就是 用 嗯 early style 就是 在它 過分overfeed之前 我就先把它停掉 不然你會看到 我的 雖然我的 training 的數值可以跑到很好 但是我 反而 validation 反而 validation 的值 特別拉高 這樣子 那 這是 early style 這樣的一個技巧 不要 勸到變成太 worthy 好 給大家 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還在實驗的階段 那 這邊所有條件都一樣 data一樣 model也一樣 那 唯一 不一樣的 但有一些 控制因素 因為 為了讓它的data 能夠充分混合 所以在data 在model抓進來前 會做random的取樣 它不會按照data的順序 所以 每一次的實驗 在這一點是有差異的 但我想這不會是很 critical 所以是沒有set scene 蛤 沒有set的那個scene 痾 痾 random 就是說每一次data 它是會整個 重新混合 那你set scene 跟它 順序是不一樣的 這一次的跟下一次的 是不一樣的 你如果沒有set scene 的話 它其實是看 就是它會 看實驗 對 所以它其實是random 對 真的是完全random 那 這一點是不一樣 那 其他的 那一個就是 initial weight 的系統 它每次 也不一樣 因為那邊也是random 所以 多多少少 我不太確定那邊有什麼差異 除了這兩點以外 其他的 因素都是 固定的 那 在這裡呢 不一樣的地方是 每一次的那個 alpha 降的strategies 都不一樣 呃 我有點忘記了 像 這條綠色線 最高的這條綠色線 它的strategies 也許是 每十次 齁 如果 都比 前面的 要高 就會降 那個alpha alpha 變成原本的 0.1 其實是第十一次 就 比如說 你這次的那個 出來的loss 是 0.5 然後 連續十一次 都超過 0.5 它就會 把它 反 原本的位置 乘上 原本 每 50個 epoc 降 0.1 所以 這一個 一開始的時候 你會覺得 它 很快的 最快的 升起來 直到最後面 這都是 verletation 這不是 test acuse 可以看到到最後 它很容易就飽和了 你可以看到 這其實三個 三個不同的strategies 結果是 有一些差異 所以 這個 這個 這個實驗可以 很清楚的 知道 就是說 除了這邊提到的 包含 那個位置的 隱膩的 的 你的alpha 怎麼降 那strategies 其實影響最後的結果 也是有差異 其實 我實驗結果最不好 就是 採用固定的 其中有一個 我看過很多 paper 用的 它大概是在 80 120 160 這幾個點 降為原本的 原本的 原本的 0.1 那 我通常在 食物上面 我還會 搭配一個叫做 那個 plato的 schedule 最上面 這個是 剛剛講是 每十次 其實十一次 第十一次 還是比較大 它就會 下一個就會 那 如果我用固定點 固定幾十個 去降的話 我還會去搭配 這個 plato 比如說 三四次 比較高的話 我就會降於原本的 比如說 0.9 或 0.95 但是 有些時候 你會看到 它跑了很多之後 那個 基本上 它就停了 它就一直在原本的 那個 我在猜 有可能 其實是 gradient page range 所以 在做的時候 可能要 觀察 一下 這邊 它是不是 在疊代 它是不是 就停掉了 那 可以 加 這方面的 實驗 看是不是 因為 這邊的 在stage 照成 它的 那個 後面 這規定 就不再夠了 這是 我 最近的一些 食物 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群組 不是有 分享一個 那個叫做什麼東西 你說昨天嗎 對對對 那個 那個是另外一個 東西 那個 那個 我們進去看 它的概念是什麼 它是 elosomax 這邊講完了嗎 講完了 OK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